我知道没有安全感的人自己也很痛苦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折磨你的另一半 如果哪一天他跟你分手 那你一定会后悔 嗨大家好我是Lisa 每次和新认识的朋友介绍说 我有个远距五年的男友 他们都会一脸写着不敢相信的感觉 然后就一脸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 像是我们都怎么维系感情啊 多久见一次面啊这类的问题 然后等我回答完他们 他们又会一脸写着 我一定做不到的感觉 其实每次看到他们这种心理变化 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受伤 因为感觉我好像在做一件 别人觉得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已经调试的很好了 因为我已经远距离五年了 所以我的第一部影片 想要先跟大家聊聊 远距离真的无法维系吗 也想透过这支影片跟大家说 加油远距离一定不简单 但是也一定不难 我觉得在远距离恋案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安全感大于神秘感 本来是想要列出四点 我们在远距离恋爱中 可能做对的事情 给大家一个懒人包 但是呢 因为我光讲一个安全感 就讲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先讲 安全感就好了 我觉得在感情里面最重要的基石 就是安全感 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 在爱情里面要维持神秘感 但是因为在远距离恋爱里面 你就像是一个宇宙黑洞一样神秘了 他摸不到你看不到你 基本上神秘感是完全不用营造的 但就是因为太神秘了 所以会让有一些人比较没有安全感 觉得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没有恋爱的感觉 像是鹿我男朋友 一开始他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真的 哈哈哈哈 那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为什么吵架吗 好像是他比较没有自信 就是之前很奇怪 如果晚一点回家 或者是我突然要出门 然后我突然报备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 朋友间会突然说 诶你今天晚上要干嘛 然后如果没事的话 就可以吃个饭什么的 然后如果临时说 我今天晚上要去吃饭 他就说 你为什么最后一刻才报备 然后就因为要跟我吵架 那时候我就很不理解 为什么一直要找我吵架 而且他是那种 一吵架就会想要说 分手的人 就是分手挂在嘴边的人 对 吵架就已经很伤心了 然后还要被提分手 感觉我对他来讲好像很不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 哇 那些回忆真的是好痛苦 我真的好有耐心哦 真的好佩服我自己 就是我竟然有足够的爱 也可以在那边给他消磨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像你的个性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这很不像我的个性 因为你只肯做一下 你有很多个想做的事 所以做一下 你就会跳到下一步 对他你真的很有耐心 这好奇怪 我怎么这么专潜 我知道没有安全感的人 自己也很痛苦 但是 你不可以这样折磨你的另一半 如果哪一天他跟你分手 那你一定会后悔 你就是失去了一个 很爱你的另一半 但那也是你活该 谁叫你要折磨人 那 我们现在讲到 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有安全感的人呢 你觉得怎么样 算是有安全感的人 怎样算是有安全感 我觉得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了 我觉得是要彼此信任 我觉得是要对方是一个 让我信任的人 我觉得要建立在这个信任的关系上 我才能有感受到安全感 好 那 我觉得 没有错 你觉得是要双方 互相给予安全感 我觉得安全感的来源 主要是两个部分 我自己觉得 就是第一个部分是 我觉得你要 自己给自己安全感 这个会是比较大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你需要跟对方一起合作 让你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们是彼此信任的 然后你们的安全感 就会更稳固 那先讲 应该要给自己安全感的部分 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说 你的焦虑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你未来的计划 围绕着他 所以如果他计划改变了 或者是 你们分手了 他的计划里面没有你了 你就会感觉到很焦虑 所以你就会想要紧紧的把他抓住 或者是你的经济依赖他 或者是你可能太闲了 不知道干嘛就会想要找他 找不到他你就会焦虑 会觉得他就是背着你在做坏事 或是你之前有感情经验不好 不容易相信人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 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 你要让你以自己为中心 你的生活是围绕着你自己的 设定目标 或者是培养兴趣 你就会发现在上班的时候 你已经很忙了 然后下班 你还要去忙你的兴趣啊 你的副业 你会变得更忙 你会变得更没有时间去想到他 但是你的生活也会过得更充实 然后你会有一种心理的踏实感 然后那种踏实感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谁都拿不走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 就是你自己可以依赖你自己 不需要去依赖他人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跟你的另一半相处的时间 虽然变少了 可是你们联系的质感 你们相处的质感却提高了 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 可以在亲密与独立之间 取得平衡的人 就是我认为有安全感的人 那如果是你的心理因素 就是可能家庭关系啊 或者是比较深层的心理因素 没办法解决的话 就去寻找专业的协助吧 如果你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 一定会让你在未来的生活中 有很大的帮助的 最后我想分享几个 可以和伴侣一起练习 一起培养信任感的小建议 虽然说安全感最主要是 自己应该要给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跟伴侣之间 可以互相做到这些事情 取得一些默契的话 那你们的感情一定会更稳固 第一点互相称赞 在关系里面 虽然我们需要自己成为一个 自荐强大安全感的人 但是我们难免会受到 外界的声音的影响 尤其是你最亲密的伴侣 我们对爱人说的话 往往可以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 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互相增强彼此自信心的方法 也是一种感情增温的方法 让彼此觉得 我们在这一段关系里面 是被欣赏的 被喜欢的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被称赞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抱持着 这些优点是我本来就有的 我知道我很好 也谢谢你有看到 而不是变成说 在对方口中寻找存在感 如果有一天他没有称赞你了 你反而陷入自卑 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好了 或是不相信自己的价值了 第二点 习惯报备 你可以用一种被限制的心态 看报备这件事情 但是也可以成熟一点 把报备这件事情当成是 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因为你今天选择他做你的伴侣 所以你尊重他 也等于是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报备其实也是一种分享 分享说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啊 你等一下我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去 这也是一种话题啊 那些说远距离感情会越来越淡的人 你们就是不懂得怎么找话题 第三个 建立默契 如果说每天讲电话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 我跟璐五年来已经摸索出了一个小默契 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睡前讲电话 但是因为也不可能每天五年来都有话题讲 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讲话 我们就是开着视讯然后做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用手机打视讯 又继续用手机做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没有想到呢 因为我知道好像很多情侣都是用电脑拍视讯 然后用手机做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打给珊珊 你真的会打给我吗 对啊我打给你啊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要现场示范 好 然后跟大家说这个方法多有趣 等一下我要留后出来吗 不会啦 我会把 我会把你遮住 谢谢 像这样子 我会打给我男友 然后打给我男友之后呢 我们就会讲讲讲讲一下 你今天过了怎么样啊 然后你今天都在做什么啊 好 然后讲完之后呢 因为没话聊了 我们就会 用手机 开始 看YouTube 然后我们就会像这样子 滑掉 那你滑掉 滑掉 对 然后这样就会显示对方已经关闭萤幕 然后呢 我们就会互相滑掉 然后两个人就做自己的事情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 不用想话题 然后还会有对方一直陪着你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其实 如果你想要用两台装置的话 就比如说你的 电脑想要放在旁边 可以一直看得到对方 这样也是可以 只是我们就没有那么搞刚 我们就是用手机视讯 然后再滑掉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想要跟对方聊天的话 你就直接说话就好了 你就说 欸我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好好笑哦 你就边看影片边跟他聊天 这样也是可以 就是一击在手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或者是他妈妈跟他讲话 然后因为你听得到那个视讯里面的背景音 然后他妈妈跟他讲话说 不不不不不不 然后你就跟他说 你妈刚跟你说什么啊 然后就可以又开始聊起来了 比较懒人的方法啦 再来第四点 最后一点就是 有问题就说 不要尝试 爱你的人就会跟你一起解决 一起面对 好 今天分享了很多关于安全感 和我认为 怎样可以让感情增温的小方法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留言跟我说哦 安全感是你的罩门吗 最后我想说 信任和真心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两样东西 诚恳的向伴侣表达 无论如何我都会在 或许可以帮助你的伴侣走出 不安全感的阴影哦 加油 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跟我说说你的想法吧 拜拜